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学习的这一篇叫《黄梅一波》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 黄梅是指五祖红人大师 然后一波就是禅宗的法脉 那么要交给谁呢? 我们都知道交给了六祖惠能大师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 那么这篇黄梅一波在哪里看到呢? 是在竹窗随笔 是明代的高僧廉池大师 他写下来的这样的一篇 那么为什么要写这个黄梅一波呢? 因为这个公案给大家很多的启发 所以很多佛门的大德 就把这个公案拿出来 来教育他们的弟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说古德是仲云 古德古代的大德 示众给大众做开示了 说什么呢? 黄梅一波 非但时时情福适者不何德 指扰何处惹尘埃亦不何德 这个很有意思 他说古大德说 黄梅的一波就是五祖红人大师的一波 为什么叫黄梅呢? 因为五祖红人大师是黄梅县的人 这个黄梅县在哪里? 在湖北 湖北跟安徽跟江西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 叫黄梅县 五祖红人大师是那边的人 所以他的道场在黄梅县 黄梅的一波 胡祖红人大师的这个法脉一波 非但不但时时情福适者不何德 这个时时情福适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叫神秀大师 六祖大师他的师兄神秀大师 他说 身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福适 莫时惹尘埃 那么这个其实是踏踏实实修行 一点一点做功夫这样 但是呢 五祖红人大师认为这个境界不够高 因为怎样? 把烦恼看得太实在了 你觉得镜字上的灰尘是真实的 我们心上面的烦恼是真实的 所以时时情福适固然很好 但是怎样? 做功夫做得很辛苦 因为你把烦恼看得太实在 如果你把它看成实在的 那么他对你就起到很大的影响力 这个就很难转化 所以他这个没有把烦恼看空 这个境界不够 所以呢 他神秀大师不能得到这个传承 这个一波 那这个古德说 只饶何处惹成爱意不何德 即便说呢 何处惹成爱 那这个六祖红人大师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爱 这个身心都不可得 怎么 成爱其实就是说不是真实的 那我们怎么还会去惹成爱呢? 谈不上惹成爱 这个古德说呢 即便这样义不何德 也不应该得到这个一波 哇这个话严重了 那怎样才能得到一波呢? 切到必尽作末生何得一波 好大家来想一想 要怎样做 要说什么 才能够有资格获得一波呢? 非常有意思啊 好 那么他的这个弟子当中 一生 与会者当中 一生下九十九转语不弃 这个僧人下了九十九个转语 那不可以实施情服事 也不可以何处惹成爱 那怎样才好呢? 他要把这个话接上去 接了九十九次 尝试了九十九次不弃 不能弃入 最后云 最后就说了 定要他一波作圣 那一定要他的一波干嘛? 为什么一定要他的一波呢? 古德乃心然肯知 这个心就是欢心孤悟那个心 古德乃心然肯知 那个心我写一下吧 欢心孤悟大家应该会写 我写一下也好 这个心 你看 这里出来两个心然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心然跟这个心然 意思一样 好 那么 定要他一波作圣 古德乃心然肯知 那么这个师父的话 怎样? 古大德呢? 嗯 他露出满意 露出开心的表情 肯知肯就是认可了 首肯 义 诗可谓杀人虚见血 弟子可谓知穷到底则已 义 就是廉耻大师感叹 说这个师父啊 真的可以说是杀人虚见血 这是一个比喻了 不是真的杀人了 是说怎样? 破除错误的知见怎样呢? 一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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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呢? 要追到 出血 就是 要破除错误的知见 要破除怎样? 破除到骨髓里面去了 是不是? 非常彻底的意思啊 杀人虚见血 嗯 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理解成我们的我值啊 我值 破除我值 一路追追追 要把我值 彻底的给他破除啊 我个人感觉这样子理解好像也可以啊 这里当然它是禅宗的一种 啊 疾风的啊 啊 一种啊 表达方式了啊 有杀人还有活人啊 啊 这种 嗯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找一找看啊 这个禅宗里面他们的疾风啊 相互打疾风的时候啊 相互一来一去 这个时候啊 要破除对方错误之见的时候啊 常常会用这个杀人啊 杀人虚见血 破除呢 要破除到彻底 深入骨髓 啊 那这里为什么要啊 为什么我们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个师父不守肯呢 本来何处的尘埃 诶 五祖已经认可了呀 给这个六祖移剥了呀 那么这里为什么不认可呢 这个古德搞什么呢 是不是 我个人的体会啊 就是说呢 这个 他这个一生下九世九转语 这个时候 非常关键的 就是这个僧人他用的心态啊 如果说他下这个转语 他就是说 我一定要 我这个转语 一定要有拿到一波的资格 他的心里面如果是这样的啊 他非常执着的话 他执着要拿到这个一波的话 怎样 啊 执着这个一波 那就变成一种法制啊 因为一波它是一个法嘛 所以就变成法制 那么谁要一波呢 我要一波呀 那就是有一个我制 所以如果你这个法制跟我制 非常的坚固的话 你说什么都是错的啊 所以这个九世九转语 连指大师都没有一一列出来了 你说什么都是错的啊 所以这个古德啊 这个师傅啊 我感觉他可能有他心痛啊 他能知道你心里面的想法啊 你的心态在什么层面 你的心态错了 你说什么啊 怎么说都是错的啊 所以这个这个师傅就一直追追追啊 都都说你这个九十九个转语都不对啊 直到他最后怎样 放下了啊 你看 定要他一波做圣 要他一波干嘛 一波放下了 谁放下了 我放下了啊 所以我制法制都放下了 这个时候怎样啊 啊 肯治了 欣然肯治 啊 很满意很开心就认可他了啊 啊 那么这个师傅呢 是杀人虚见血 一路追到底 而弟子怎样呢 也是啊 知穷到底哲疑 啊 也是一直推救啊 你看 为什么不熟坑我 一路的啊 追追追也是啊 下九十九个转 也是一直要探究到底啊 不达到这个 弄明白佛法道理 事不罢休 这种精神非常的可贵啊 嗯 好 那么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公案里面的主角啊 慧能大师 六祖慧能大师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啊 那么同样 分享当中 涉及到所有的个人之见 仅供参考 大家啊 要这个认证学佛的话 还是要医祀高僧大德 这样才会有真实的进步 好的 我们下一次分享再见了 好 南无阿弥陀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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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